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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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韋丹語約社 我是今集主持人阿Wing 她是我帶來的嘉賓 她叫做Jasmine Jasmine是讀歷史的文史、哲史 日本文化她最熟 我們今集的內容會說些什麼? 我們今集會說關於日本式情行業文化 我們快點來看看今集的內容 韋丹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我們對日本式情文化的印象 我自己對日本式情文化的印象 主要是源於我之前去日本旅行 剛好住在疑似雄登區附近的地方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 那裡到底是不是雄登區 因為那裡的樣子是住宅區 有很多人 你看到是真的有人住的 那些普通的房子 你不會想得出 你不會想得出 它是一個雄登區 或者是有色情的行業存在的地方 我怎樣知道那裡有這件事呢? 那時候我去完街 回去 走走走走 看到傳說中的無聊案內所 看到很多女生的樣子 他們的照片都貼在門口 正件照片都貼在門口 然後有很多張 下面有些電話可以聯絡中介 然後我看到那時候 哇 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 原來這裡是一個 有無聊案內所的地方 因為我後來發現那裡都幾多 大概可能我走五至十分鐘的路程 就已經會看到兩三間的店 但那裡基本上是沒有其他店 只是全中的無聊案內所 然後我就有懷疑那裡是否紅燈區 那你呢? 你有什麼類似經歷? 其實我自己去日本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一個 你剛才說的無聊案內所 那 解釋一下無聊案內所這個字 首先無聊 其實在中文裡面是免費的意思 那案內所其實就是 雖然就這樣看 就是免費雙文署 但當然 就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免費雙文署 而這個中文很tricky 就會令一些其實外國遊客來到 都會誤闖進去打電話 都經常聽到這些事 那其實呢 它就是一些中介的公司 可以說 在街邊其實 它不是隱藏在什麼 好像很角落的地方 它多數是在 真是很繁華街道 突然間會有一間 我看到比較多是白色的 一棟這樣 好像7-11那樣的尺寸 然後就會有 剛才阿瑩所說 就會有很多 女生的照片 其實也不止女生 也有少個分是男性 這樣就會打電話給公介 你看對了之後 就去一個地方 去跟那個 對方有個交流的時間 難怪都要站在住宅附近 方便吧 我當時看到就想 為什麼會在這種奇怪的位置 我不希望會在 街上 還算是住宅區的地方 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都可以看到 日本民眾對色情文化的接受度 都很高 Jasmine你怎麼看 我同意 因為其實 日本國民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 已經可以接受一個 全面和健康的性教育 相對於我們華人來說 他們對性這件事 就沒有那麼秘技 或者是會貶低 所以他們的確 對色情這件事的容忍度 非常高 對 因為我記得 我之前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就這樣走到那間七仔 就已經可以看到 有很多色情的雜誌 在一些很隱蔽的報紙檔 才會看到 但日本是真的就這樣 在七仔的雜誌區 你就可以看到 是一些學生 小朋友 無論誰都可以任期來看 所以我發現 日本人對色情文化的容忍 是真的很高的 還有我自己知道 三上有雅 他是很出名的 色情片演員 他以前都是做Ido 由此可見 日本人對拍色情片 他們其實並不反感 以前做Ido 都整整看 你放在亞洲其他地方 哪裏有雅痕 跟他做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反映到 日本人他們 並不會覺得 很反感 拍色情片這件事 很反感他們的色情文化 亦都不會覺得 從事相關的 是一件很無辱性的學業 簡單來說 其實他們不覺得色情是一種羞恥 或是一種羞辱的東西 對 我覺得他們這件事做得很好 懂得尊重文化 不知是否跟他們的歷史因素 會有些相關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一下 日本式情文化的歷史發展 根據我所知 日本式情文化 最初出現的時候 是平安景時期 當時一些皇宮貴族 會有自己的需要 就會找一些雷神 去幫他解決他們的這些需要 是一些比較有秘密性的行為 到何時才開始有系統 有規模性的出現色情文化 大概是城市出現的時候 例如大阪 京都這些大城市出現的時候 這些工作者 才會聚集在一起 他們聚集在一起 就會慢慢發展出 柔國、柔女等稱為 我知道Jasmin對這件事 也有些了解 最近很刺激的《鬼滅之隱》 就出了柔國篇 當中的柔國 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柔國 其實在中文中 我們可以稱之為一條花街 其實它不是想像之中 可能是一些很花哩花落的地方 它也是一些茶館、鋁館 兩層樓高的建築 去組成一條街 當中這些工作者 就會叫做柔女 而比柔女高級的 最高級的就是花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一天過服體驗 大概過服體驗只需300元港幣 而花灰體驗大概是3000元港幣 而且不能外出弄髒檢查 你可以看到花灰的衣服非常華貴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和服會比較素靜 而花灰的衣服會比較多花紋 多數是以紅和紫 或者一些很鮮艷的顏色 為什麼呢? 因為看以前的仿艷技術 鮮艷的顏色很難染出來 而且是非常貴的 所以只有花灰才有資格去穿這些衣服 而且他們會做兩把線的頭髮 整個設定非常華麗 加上他們的襪子 會比和服的省眉闊開一點 會露出他們的頸 因為很多當時的人認為頸部 是一個非常性感的地方 所以他們會露出頸部 有時會有些花灰遊街的情況 他們會有一些新造 或者低級的遊蕾 這樣就扶著他們 要以一種特殊的補法去遊街 其實花灰都不是人人都做到的 想成為花灰一般會有三個層 要在最初第一個層 即是扶的時期 就要被選中的少女 才有機會成為花灰 有些被選中的少女 就會被送到花灰的專門學校 去學習一些技藝 一些花灰必備的琴棋書畫 一些花灰專屬的喉音 他們走路的步法 都要在那個時期學習 其實做扶都很辛苦 因為扶本身是遊閣裏面 最低級的一些職位 他們當時是花灰的預備役 他們是要日常上課 晚上就要回去做一些打掃 洗地抹地等等 這些工作 所以其實他們都很辛苦 到了那個年紀 大概四五六歲到十歲 到你十五六歲左右 你就可以升級升級到新造 新造主要是做一些 不用做好像扶那麼辛苦 要洗地抹地清潔工作 主要是服侍花灰 去照顧它的衣食住行 一些需要 以及在花灰身邊學習 到最後 你才能力足夠 才有機會成為花灰 所以要成為花灰 都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而且你要怎樣才能做到 花灰的入幕之斌呢 首先要見他三次 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他會在網上看著你 不會出聲 但你會知道他在這裡 你就要在這裡顯示你的財力 要找很多的遊女 過來一起去尋歡作樂 去展示你的財力給他看 然後到第二次去見他的時候 他可能會坐近一點點 都會開始跟你說幾句話 讓你聽聽他的聲音 同時你依然要第一次見他 去顯示你的財力 至於第三次去見他的時候 他才會有機會成為他的入幕之斌 才會開始跟你提供這些服務 也想來清醒花灰和藝妓 他們兩者之間有不同 藝妓是賣藝不賣身 反而花灰就是會提供性服務的聖工作者 只是他的地位很高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很多時候 一些花灰他們的寫經地位 比他們的入幕之斌更高 他是一個遊閣裡面 也是地位最高的大家姐 剛才我Wing也有提及過 關於日本色情文化的歷史 我們都可以看到 以前日本社會的色情文化 主要都是集中在遊閣 就是我們所覺熟知的花街 當中都可以看到他們 其實是有很多很華麗的服飾 這一種其實都是一種文化 另外也可以看到 他們在遊閣裡面的生活 非常多姿多彩 其實遊蕾還要分三個等級 由篤去到新造去到花灰 慢慢可以說是一種升級 也可以看到他們那時候的日本色情文化 有多蓬勃 Wing 你對現在的日本色情文化 有什麼看法 現在的話 我就覺得現在日本色情文化 依然是發展得很好的 大家一提到色情文化 都會想到日本 始終都由很久以前 他已經算是一個色情文化的大國 但是現在日本有一個狀況 就是大家的工作壓力很大 很累 然後階級觀念又很重 然後又有很多事情做 慢慢令到他們對身邊 很多事情都變得沒有那麼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些 變成了一個低慾望的社會 很有機會會令到色情文化 也會造成一個黃昏產業 都希望就不要 好像我剛才說的 所以這樣令到日本的種種文化 真的令到日本的種種文化 造成為了一個黃昏產業 希望以後日本人可以有機會 工作壓力少些 開心些 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大家開心些 保護他們自己的獨立文化 我們下一次將會講關於唐痕 唐痕也是一個跟日本式情文化相關的議題 我們會講什麼是唐痕 唐痕的影響範圍 以及唐痕對我們香港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果想知道唐痕是怎樣 唐痕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就記得要看我們下一次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今集內容 記得要追蹤我們IG、Facebook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LIKE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